4月10日 这两年最火的网红饮料 元气森林道歉了 在一封名为 一个迟来的升级的致歉声明中 元气森林承认自己的乳茶产品 在宣传中容易引发误解 并且提醒大家 乳茶是含糖的 于是 元气森林乳茶 正是从喝不胖的奶茶 变成了喝不腻的奶茶 致歉声明称 从2月4日起生产的 大部分元气森林乳茶和3月18日起生产的 全部元气森林乳茶 包装从原来的凌浙糖 低脂肪改为低糖 低脂肪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 元气森林凌浙糖 低脂肪的宣传 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 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资讯 应该真实全面 不能虚假宣传 或者让人误解 更让网友不满的是 明明涉嫌虚假宣传 道歉信的标题 却没有表现出歉意 而将重点放在了产品升级上 在发布道歉信的同时 元气森林还做起了行销 宣布凡是在元气森林电商官方店 买过乳茶的用户 都可以联系客服 领取20元的红包 这不是元气森林第一次翻车 成立于2016年的元气森林 早期曾经给自己贴上了日系标签 目标只指喜欢24元的年轻人 比如最开始元气森林的气是日文的气 旧款包装上也印着 日本国诸事会设元气森林监制 让人误以为这是一款日本饮料 不过 查询元气森林的工商资讯 可以发现 虽然元气森林商标已获得注册 权力人为诸事会设元气森林 未只是日本东京都某地 但产品包装上的委托方 为元气森林 产地是河北衡水 因此 元气森林一度被质以为日系行销 如今 日系和武唐两大标签 先后翻车 元气森林的未来 似乎不在元气满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